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应该知道如何分析事情的轻重缓急 做出妥当的安排 并懂得如何排除工作时的干扰 懂得如何专注于你的目标 通过这些理念和技巧 享受到时间银行所带来的红利 比如工作效率的提升 体会到和时间结为盟友的那种安全感和成就感 这便是学习时间管理带给我们的变化 不过呢 你可能也会发现 即便你很有技巧地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但还是不可避免你出现一些不好的信号 就像你愁愁满志地准备今天大干一场 可刚过中午就感到精力不济了 开始变得昏昏欲睡 工作走神或焦躁易怒 下班回到家 打算留点时间陪陪孩子 但身体却累到已经提不起更多精神去陪孩子读书或玩耍 多亏手机设了提醒 让你记得伴侣的生日 但夜幕降临时 忙碌一天的你感觉身体被掏空 你二个人就不想再出去庆祝 我们这集的主角陀罗妹妹遇到的也是类似的情况 一起来看一下吧 你好 陀罗姐 听说你昨天又中标了 恭喜恭喜啊 不过你这脸色看起来不太好呀 我承认自己是个工作狂 每天早上九点前我就会到办公室 然后就开始马不停蹄的穿梭在各种文三会海里 大多数的时候 我都是在办公桌前吃饭的 从来没有晚上七点前下过班 即便回家后还经常加班到深夜 恩本老师很多观点我很赞同 也在实践 凡事我都会做计划 然后专注执行 我对自己比同事付出的努力感到骄傲 但你知道吗 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修复一次年假 更可怕的是我都不敢停下来 她自己一旦停下来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哎 陀罗姐不要想这么多了嘛 这不是已经中标了嘛 那该高兴才对呀 是啊 为了这个标书 我昨天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 晚上为了寇赏大家 就带他们去唱K搞到半夜才到家 回来后心想 这关总算是过了 我该犒劳犒劳自己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个念头一起来后 原来她耽误工作 别的那么久追忌的欲望 哗的一下就喷涌而出 然后打开储墙转 哇 你不会就这么看到天亮吧 这个太糟糕了呀 怪不得你现在气色这么差 你这样一定是有问题的 咱们就问问Emma老师吧 陀罗妹妹的情况绝非少见 她一直过的是一种 高压状态下的直线生活 就像个不停旋转的陀罗 工作时间长 极少休息 拼命透支体力和脑力 又不懂得及时补充 等工作一结束 又陷入了纵欲的境地 经历完全被掏空 这让她变得萎靡 懈怠甚至做怀疑 我们简单分析下 她这次中标前后的时间账单情况 账单很简单 全市负债 11万4千元包括连续工作的10小时 为什么会这么判定 这是本集的重点 工作不一定是资产 休息也不一定是负债 不合适的 过度的工作和休息都是负债 因为它们都造成了负面的反向作用 那Emma老师 我想知道工作和休息的关系 应该怎么处理 才能让它们都变成资产 而不是负债呢 像陀罗美美你这样 被各种繁杂事物缠身的人 在这个高强度的社会 太常见了 每个人看上去都像是 高速运转的超级服务器 但为什么有的人会当机 有的人不会 其实也没什么神秘的 就是那些不当机的人 都掌握了一项技巧 懂得休息 更确切地说 懂得有节奏地 主动休息 一般人呢 都习惯于累了才休息 这是被动休息 更有甚者 完全忽略身体的疲劳信号 比如打哈欠 僵硬 饥饿 走神什么的 这时 为时已晚 正确的做法是 刚出现 或即将出现疲劳时 就主动休息 这样精力 就可以在短时间内 迅速得到恢复 如此一来 不但可以减少休息时长 而且精力恢复的效果 会更好 像英国首相丘吉尔 每天夜里不过睡 五六个小时 但始终精力充沛 密集在于 第一呢 早睡早起 他也是个每天四五点钟 就起床的主 第二呢 每天午睡一小时 而且晚饭后呢 还要再睡会儿 也就是 24小时 他要睡三次 而不是等到精疲力尽时 才休息 还有就是不放过任何一个 可以利用的碎片时间来休息 比如坐车时啊 或开会前 他都会闭目养神 打个盹 这个方法呢 也被我偷师学到 在IBM工作时 长期高强度的出差呢 是常态 最高峰时 五天内连飞了七个城市 赶场去开会 睡眠时间根本不够 心智和体能的消耗也是极大的 怎么补充 靠的就是 有节奏顶主动休息 见缝插针 不断地给自己充电回血 才能有效地度过各种 见缝时刻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方法 能起到良好的效果 我们先把目光转向我们生活的地球 所谓日夜交替 四季更迭 潮起潮落 这些都是最熟悉不过的自然现象 可你是否想过 在这极其平常的自然交替之下 隐藏的是什么 一阴一阳 一起一落 Yes, you get it 这就是大自然的脉搏 这个脉搏呢 也承载着世间万物生命的脉动 候鸟迁徙 动物冬眠 春雷惨动 它们都有自己固定的生息规律 而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 是这个律动世界中的一部分 同样也被自然或基因中隐藏的规律所驱使 可以说 规律性的交替节奏 是固化在我们体内的MOSMI 是我们的天性 所以 跟随自然的节奏 踩着点工作和生活 可以让我们活得更舒畅 更省力 相反 我被自然的脉动 过一种没有节奏或节奏混乱的生活 小则导致疲劳 萎靡 焦躁 易怒 大则引发器官的病变 精神的问题 甚至早衰早逝 像陀螺妹妹你那样 长期连轴转的忙工作 甚至点着灯 熬着油的加班赶工 一旦忙完后 被工作压制的欲望 就会像困兽般破龙而出 一发不可收拾的纵路过度 就像你中标后 通宵打蛋也要把欠的电视剧看完那样 结果只能是白天更没精神 更没效率 所以说 懂得休息是一项技术活 是一种能力 和你学习沟通演讲 学习理财规划一样 懂得休息 是一种本事 这个本事 首先是建立在正确的认知上 也就是 我们前面所说的 懂得跟随自然的节奏 主动地休息 就像美丽的心跳线一样 哦 我明白了 就像跟着自然的节奏 主动休息 不能像我阎南那样 一刻都不停地连走转 那根本就一条直线嘛 难怪休息 也休息不好 工作 没一点活力 但具体 我该怎么做呢 我想先问一下 你平常休息的时候 都做些什么 啊 这个问题 好像也太简单了吧 休息的时候 不就吃吃碎碎 玩玩乐乐呗 反正不做事就对了 这些都是休息没错 但休息的方法 并不是如此 休息的目的呢 也不只是恢复体能而已 更重要的是 要恢复动力 谈到这里 就要先介绍一下 连续分段时间管理法 又叫 莫巴特休息法 说的是 圣经新约的翻译者 三姆斯莫巴特 在他的书房里 有三张桌子 第一张呢 摆的是他正在翻译的 圣经译稿 第二张摆的是 他一篇论文的原稿 而第三张摆的是 他正在写的一篇 侦探小说 当他在一张书桌前 工作累了 他就会切换到 另一张书桌去工作 这就是所谓的 莫巴特休息法 这种方法呢 和农业上的 兼做套种的原理 非常相似 在长期种植过程中 人们发现 连续种同种农作物时 由于需要的养分相同 土壤的肥力 就会越来越低 从而 产量也会越来越低 如果套种其他作物 那么这两种作物的产量 都会提高 人的脑力和体力 也是这样 如果长时间连续做同件事情 就会疲劳 活力下降 如果改变下工作内容 就会产生新的兴奋造 而原来的兴奋造呢 它就会得到抑制 这样呢 人的脑力和体力 就可以得到有效的 调节和放松 也就是说 休息的正确打开姿势 并不是不做事 而是用不一样的事 来恢复和保持脑力和体力 从本质上看 莫法特休息法 就是一种 有节奏的主动休息法 所以 明白这个道理后呢 可以打开你 丰富的想象力 结合自己的工作 生活 健康和兴趣 想出各种各样的 休息方法 再加上巧妙的搭配技巧 用不一样的事 使体能得到恢复 更重要的是 通过 work and life balance 重新获得动力 下面我们就谈谈 如何运用莫法特休息法 第一步呢 在你的四项线里呢 写上今日代办事项 按事情的重要和紧急程度填写 如果不知道怎么做 可以回去查看第三集 无压工作计划法 但这次呢 除了按重要程度填写外呢 还可以用标签分类 这个标签呢 可以按工作的难易程度 或是左右脑 以及你的兴趣健康进行分类 这样呢 不管是休息还是工作 都可以根据标签 选出你所中意的 不一样的事情来做 至于分类的方法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来操作 就好了 建议不要太多 集中就好 第二步 结合番茄闹钟工作 如果不清楚 可以回去查看一下第五集 如何专注不分心 虽说末法的休息法 是在不同工作中切换 但考虑到身体因素 希望你不要长时间久坐 工作一段时间后呢 选择一个你想做的事情 进行几分钟的休息 简而言之 事情的切换可以有这几个小原则 供大家参考 第一 一大一小 做一个大番茄 然后呢 可以考虑做个小番茄 休息缓冲下 第二呢 一难一意 在处理比较难完成的事情过程中 可以做一些容易完成的事情 来调节一下 第三 一左一右 我们都知道 大脑的左半球负责 逻辑的抽象思维 而右半球呢 负责背逻辑的形象思维 所以如果长时间使用左脑工作后呢 比如思考问题 写文章 排计划等等 可以选择一些适合右脑做的事情 来调剂一下 比如图像处理 音乐欣赏什么的 这样方便两个大脑更好的协作 第四 一动一进 这个可以说是最简单的休息手段 工作一段时间后呢 就短暂休息一下 休息时可以做些相对近的事情 比如打短小睡会儿 也可以做些相对动的事情 比如做些简单的运动 像keep个几分钟 或是清洁整理之类的事 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 我把周天使用末法的休息法的具体案例 分享给大家 我用的标签是 简单和困难 早晨起来洗漱后呢 就先来个120分钟的脚本写作大番茄 到番茄中想起时 刚好写完一个篇章 这时写作的疲倦感开始涌了上来 于是呢 从四项线里选择做饭吃饭 这项简单任务 并且设了个50分钟的番茄 接着在做饭吃饭的过程中 我的大脑得到了放松 之后呢 再换个120分钟财报分析的番茄 换个数学脑子用用 让之前的写作脑子休息一下 直到番茄中又想起 然后再换回脚本写作上 最终用一上午将脚本撰写完毕 对莫法特休息法的运用大致如此 其他的事项我就不一一说明了 莫法特休息法最大的帮助 就是用不一样的事情 让脑力和体力都得到放松 不至于过度疲劳 是的 你的联想完全正确 这就是莫法特休息法最具体的应用 假设学校一周五天上的都是数学课 你会怎么想 一周都是数学课 哇 太可怕了 我一定请假 甚至逃课 嗯 看来你都明白了 那再问你一下 工作中如何运用木法特 可以分两步 第一 先把工作分类 第二 用一大 一小 一难 一翼 一左 一右 一动 一近 这些不一样的工作 有节奏的休息 不能再像我之前那样 十几个小时连走转 不累趴下才怪呢 不错 学得很快嘛 工作中怎么休息 我清楚了 但碰到周末要怎么休息 为什么常常我会觉得 越休越累 跟工作一样 休息也有个度的问题 这个度怎么把握 可以用人体九十到一百二十分钟 超日节律作为参考 因为人类的精力波动 是由超日节律控制的 各种生理机能 是以九十到一百二十分钟 为周期规律的变化者 这就是自然给我们的节奏 这也是为什么 大多数电影时长 都是九十到一百二十分钟的原因 这个时长 更好是疲劳产生的临界点 你想想看 如果让你连续看两到三部电影 你是不是一点愉悦感都没有 凡有看得头晕脑胀 所以不管是工作还是休息 你都可以用九十到一百二十分钟的 超日节律作为参考 这是从定量角度来说 另外你也可以从定性角度 用自我感觉作为衡量标准 如果休息带来的舒适感慢慢消失 那也是提醒你应该失可而止了 哦 我明白了 上周末本来是想放松下紧绷绷的工作神经 然后就猛追了一晚上的剧 没想到反而更累 原来是这样过犹不及啊 现在我全明白了 醍醐灌顶 毛色更开 我立马去实践下这个有节奏的 莫法特休息法 你等我的好消息 哇 陀罗姐 厉害厉害呀 听说这次又中标了呀 恭喜恭喜哦 你这汽车看起来又更好了呀 那当然啦 听完老师的课 能不好吗 这次啊 我的工作和休息肯定是资产 唉 别得事了呀你 这么优秀的案例快点和我说一下 这次竞标 我可不敢联系撒干十几个小时了 而是按90到120分钟 有节奏的工作和休息 快点和我说说你是怎么做的 当然是高大上的莫法特休息法啦 我先用左右脑的标签 对竞标的任务奔得下泪 比如整标书是左脑工作 做配套图片就是右脑工作 这么一分就很简单啦 我就先做120分钟的标书 然后再做个几分钟的办公室 肩颈操放松下 接着再回来干120分钟 右脑处理图片的活 这样一动一进一左一右 慢慢就把事情都做完了 然后中标庆空也不敢再搞那么晚了 我和大家一起happy的看完一场电影 就各自回去早睡早起去了 这就对休息度的把握 再也不敢傻傻的熬夜 连续追剧绝对得不偿失 怪不得气色这么好呀 原来是get到总休息 这门本事啦 那当然你以为天上掉下来的哈 而且我还知道要把生活和兴趣 都塞到莫法特休息法里去 你看我今天还约了小伙伴 一起去野餐 作为我们第二波庆功诞 而且要带上我的相机 拍上一堆大作 好好满足下我的摄影爱好 哇想想都有点小激动哈 你也一起来啊 绝对会让你恢复成雪草满格 电量爆棚的美少女暂时 看到陀螺妹妹变得这么有活力 既懂得工作也懂得享受生活 真的很替她高兴 而且我们从她新的时间账单上 也看到了这个明显的变化 工作和休息全都变成了资产 利用率高达百分之百 投资收益为十六万五千元 一个小小的认知转变 就让我们负债累累的干物女 变成了能量满满的小富国 最划算的投资 莫过于投资自己的认知层次 难道不是吗 音符和音符之间的停顿 使声音变成了优美的音乐 句子和句子之间的标点 让文字变成了美妙的篇章 工作中要懂得有节奏地主动休息 懂得把你的健康 爱好 把你的亲情和友情 巧妙地融合进来 你的人生会变得更为宽广和深厚 如果不懂休息 不懂修复 我们就只会稀里糊涂地忙着做事 而非做人 跟随自然的脉动 有节奏地作息 是我们深深不息的基础 想象下有节奏的健康的心跳线 是什么样的 然后再想象下 与此相反的情形 一条直线 那意味着什么 OK 总结一下这次课的内容 第一呢 休息是像技术活 它是工作中的冷却术 能让你回血回电 懂得休息和懂得理财 懂得演讲一样 是种本事 在正确的认知基础上 是可以后天习得的 第二 休息的时候做什么 还记得木法特休息法吗 核心思想就是用不一样的事情 来抑制原来的兴奋罩 并产生新的兴奋罩 使人的脑力和体力 都得到有效的调剂和放松 你可以用一大一小 一难一翼 一左一右 一动一进等方法来交替工作和休息 而且可以巧妙地把你工作外的健康 兴趣 生活都放到这些环节去做 享受它们 让它们带给你积极向上的活力 千万不要等到所谓的有时间了再去做 这是最自欺欺人的一句谎言 第三 休息多少合适 适度 不管是工作还是休息 一定都是失可而止 过忧不及的 一旦过度了都会产生问题 工作过度不用我多说 你都清楚会有多少负面反应 同样 休息过度 不但不能帮你恢复精力 还会反过来 吸走它的精力 让你疲惫不堪 越休息越累 休息真正的目的 是为了恢复精力 更好地拥抱工作和生活 而不是纵余 这个度一定要把握清楚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课程的全部内容 琥珀就是时间 时间就是琥珀 希望这次课能帮你找到 打开休息的正确姿势 get了这个本事 下期我们将讨论和休息 这个精力管理相对应的 情绪管理问题 身心本事一家 无论如何也少不了它 对吧 最后感谢懂得成长的你 也欢迎跟我分享 你的时间管理经验 关注公众号演书 会有更多有用的时间管理课 等待你的发现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